各位圈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终极会计十五基础班的内容 那下边我们看块一 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实际上资本化金额 比如说我构建固定资产 我最终要记住的就是什么 在建工程 而且我们这张基本上都是以构建固定资产为例来讲解的 所谓的资本化金额实际上一定要在资本化期间 而且暂停资本化的还不算 而且要符合相应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这些条件 所以在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 开始资本化到停止资本化 还扣掉了暂停资本化期间 这才能叫资本化期间 每一个会计期间的利息的资本化金额 按照下列原则进行确定 先说专门借款 您为了构建厂房 专门借入资金 叫专门借款 那专门借款资本化的金额 我们如何确定呢 其实分为两部分 从开始资本化到停止资本化 中间不还有一个暂停资本化吗 我们真正属于资本化期间的是圈一 我们真正属于资本化期间的是圈二 所以我把圈一和加圈二给的称之为资本化期间 它一定符合资本化条件 那么它的资本化金额如何决定 我们专门借款的资本化金额用的是减法 资本化期间的总利息减去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啥意思 如果我专门为这个厂房借了三千万 如果借那天我就把这三千万一次性都用于厂房建设了 它不会有闲置资金 但我借了三千万 我是陆陆续续用于厂房建设 没用的我会让它在手里边待着吗 不会 我可能拿这个没有用或者暂时闲置的钱 存入银行赚取利息 或者我拿这些钱买理财产品进行暂时性投资 不论是哪一种 是不是都等于能形成我的投资收益 对 什么投资收益 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那有人说你想给我表达什么意思 本来我付出的代价是应付利息 是不是我要给您付息啊 对 这个付的息本来我是可以资本化的 记住再建工程 但是您现在有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我的利息要是一百万 我的代价是一百万 可是我有收到两万的闲置资金投资收益 我真真正正的净损是或净代价不是一百 而是一百减二得多少 九十八 我是把这种净的代价或者损失 我给它记住代价工程 那我那两万块钱叫什么 今年教材在这把它改错了 那是你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那是你得到的好处 怎么可能增加财务费用 我们原来的教材 这块内容是没错的 所以在这大家仍然要记住应收利息 那是你没收到的时候 收到了肯定是借银行存款 代方比如说应付利息是一百 所以你一定把你付出的净代价 净损失给我记住再建工程 那是你必要的支出 这就是专门借款 它一定用的是什么 减法 往下说 画阴影的这部分不叫暂停资本化期间吗 它一定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我们只能把它费用化 这个费用化 我们也是用暂停资本化期间的总利息 减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你的闲置资金可能存入银行赚利息 可能买理财产品赚投资收益 我笼统的称之为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那么将来做分录时 代应付利息是你的总利息 扣掉我们所说的 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借营收利息 或者借银行存款 剩下的就是我们记住财务费用的金额 结论是什么 不论是我们资本化期间 还是我们暂停资本化期间 都要算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只不过资本化期间 扣掉闲置资金投资收益的金额 即再建工程 这叫资本化 而暂停资本化期间 扣掉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给他记住财务费用 叫费用化 没了 能再补充一句吗 可以 我们这不论是资本化期间的总利息 还是暂停资本化期间的总利息 都指的是利息费用 如果你是发行债券 这不是指的双变 这指的是钉子杖的余额 也就是贪于成本 成实际利率的金额 别错了就可以了 我们中级一般考不了那么难 所以这款内容 我给你总结一下 如果你要是听我 注冻外界师会计的课程内容 这款内容 你自然而然明白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专门借款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他用的是减法 总利息减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不论是资本化期间 还是暂停资本化期间 都是一样的账户处理 那么在这说一句话 我的闲置资金 我是不是要算闲置时间呀 算到什么时候 每次的闲置资金 只算到下一次支出为止 最后一次算闲置时间 算到完工结束 没了 我们看2019年的一个判断系 企业用于建造厂房的专门借款 说明他算资本化金额 是用的是减法总利息减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在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 其尚未动用的部分不就是闲置资金吗 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 不就是我们所说的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吗 应充减财务费用不对 这肯定是错的 其实大家注意 我稍微给你翻一下 比如说 你的应付利息是100 这是您将来 您老人家要付出的代价 给人家的利息 对吧 如果不考虑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是不是等于你把这100 全额给他记录什么 在减工程 而现在有闲置资金了 可能你要做的是借应收利息 或者是银行存款二 我是把净损失记在减工程 那你这记在减工程100 不就等于记多了吗 所以这儿其实等于 充减了一个2万的在减工程 最终保证我记住在减工程的金额是98 你把这两笔分路搓一块 不就是这笔分路吗 所以将来他要说 充减财务费用不对 资本化期间 他充减的是资金工程 而暂停资本化期间 费用化期间 他才充减的是财务费用 你要跟我分开说 能听懂吗 好 说完这个内容 我今年把讲课都给你调了一下 讲完理论 我马上讲对应立体 直接看立八岗十三 这是仅有专门借款的利息资本化 一定是什么法 减法 我们看一下 贾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动工 兴建移动厂房 工期预计为18个月 又来了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 大于等于一年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这三个词马上又蹦出来 工程采用出包方式 分别于2020年1月1日 2020年7月1日和2021年4年的1月1日 支付工程进度款 先别往前说了 第一个条件 2020年1月1日 正式动工兴建移动厂房 满足了我们 其实所谓的第三个条件 开始动工 另外2020年1月1日 我们开始支付工程进度款 这叫开始占用资金 再有一个条件开始借款 或者叫开始寄息 是不是三个条件都满足了 对 往前看 贾公司为建造厂房 于2020年1月1日 向A银行专门借款3000万 够了 这叫开始季期 三个条件都满足 那我开始资本化的时点 就是2020年1月1日 把题读完 计划期限为两年 年利率为5% 为了好给大家展示 我在这画了一个图 我开始资本化的时点 是2020年的1月1日 三个条件同时满足 接着往后说 另外 在2020年7月1日 又向A银行专门借款6000万 借款期限为两年 年利率为6% 借款利息按年支付 按年支付 这不叫分次付息吗 对 分次付息 我要用到的是什么 应付利息 如特殊说明 本章例题中的名义利率 与实际利率怎么着相同 它在告诉你什么 没有利息调整 我就是按名义利率 本金介入的钱 是不是把这个条件 也要标在图上 没错 2020年7月1日 我这又有一笔 专门借款6000万 然后6% 如果把2020年1月1日 那笔借款3000万 5%也给它标在图上 至此我有几笔借款了 两笔 全都是专门借款 好 往下读 假公司将闲置借款资金 用于固定收益的债券 短期投资 该短期投资的月收益率 为0.5% 考试时有时 它会告诉你年收益率 比如说年收益率6% 那换成成月收益率除以12 不还是这0.5%吗 一样的道理 厂房约2021年6月3事完工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那就意味着2021年6月3事完工 我们要停止资本化的时点 就能确定下来 我真正的资本化期间 给我说准确了是什么 一年零六个月 中间有没有暂停 他啥都没说 那就说明没有暂停 我资本化期间就是一年零六个月 往下看 甲公司被建造该厂房的支出金额 如表8-3 他2020年1月1日支出1,500 2020年7月1日支出3,500 2021年1月1日支出3,500 你把这三笔支出1,500 3,500 分别的列是在2020年1月1日 2020年7月1日 2021年1月1日 是不是这个图一下就清晰下来了 没错 后边他有个累计资产支出的金额 其实这个根本不用我们算 在整个的过程中 我三笔支出之合是8,500 而你的两笔专门借款 一个是3,000 一个是6,000 加其是9,000 说明我全用的是专门借款 没有自有资金 你如果能形成这样的习惯 判断一下 没坏处 好了 而至于说 闲置了借款资金 用于短期投资的金额 这一部分 是让你算出来的 不是他给你的 我们需要有的 考试时也给你的 就是每期资产支出的金额 慢点 现在这是什么借款 专门借款 专门借款 我要算资本化金额 我用的是什么法 减法 那是不是得算 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对 那是不是得算 闲置资金 对 闲置资金 每一次只算到 什么时候 下一次支出为止 最后一次算至完工 那好 咱们开始分析 闲置资金 在2020年1月1日 我有专门借款 三千万 我支出了一千五 说明我闲置了多少 也是一千五 闲置几个月 只闲置到下一次支出 下次支出是2020年7月1日 哪怕你就是花一分钱 我也只算到闲置到下一次支出 1月1日到7月1日 是不是闲置六个月 对 好 往下说 到了2020年7月1日 我是不是又有专门借款六千万了 我两笔专门借款合计是九千万 会算吧 而我2020年7月1日 我支出三千五 我1月1日支出一千五 7月1日支出三千五 我一共支出多少 五千 我一共专门借款九千 你一共支出五千 您告诉我闲置几千 闲置四千 闲置到什么时候 闲置到下一次支出 下次支出不是2021年1月1日吗 哪怕他就花一分钱 我也算到下一次支出 从7月1日到第二年1月1日 只闲置六个月 然后2021年的1月1日又支出三千五 别着急 这支出一千五 这支出三千五 加起是五千 这支出三千五 加起八千五 而专门借款九千 是不是还闲置五百万呀 对 闲置几个月 肯定是闲置到完工 从1月1日到6月3日 是不是闲置六个月 没错 该分析的 我给你分析完了 但是做这种题有个规矩 绝不能破 什么规矩 你一定要跟我区分清楚 哪个是2020年的数据 哪个是2021年的数据 你要搞清楚 这两列的数据是2020年的 而这一列的数据是2021年的 别错了 您如果年份没给我区分清楚 最后您做题肯定会出问题 那好 我首先问你的是 我要确定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期间 起点是开始资本化的10点 2020年1月1日 终点是停止资本化的10点 是2021年6月3日 是不是一年零六个月 换个词 是不是18个月的资本化期间 对 是不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 是 是不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是 下边第二步 我们就计算 我们就计算资本化期间内专门借款的资本化金额 这不是2020年的吗 这不是2021年的吗 那我就分别算 2020年貌似正好是一年 2021年是半年 对吧 往下说 在2020年 我是不是就应该用总利息减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那我资本化期间的总利息怎么算 3000万50%是年初就借的 产生一年的利息 6000万60%是7月1日借的产生半年的利息 所以3000万乘以5%一年的利息 加6000万乘以6% 您除以2算出半年的 或者除以12算出一个月的乘以6算出6个月的利息 最后总利息是330 什么都不说 总利息是330应该给谁的 我都是从A银行借的 待应付利息330 如果没有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待应付利息330 我就应该借再建工程330 但是此时不对 因为我有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我现在算的是2020年的资本化金额 我一定要看2020年的闲置资金 1500万6个月 4000万6个月 没了 这比是2021年的 不能算 就是1500万乘以6个月乘以月收益率 0.5% 加上4000万乘以6个月乘以月收益率 0.5% 算出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165 我们教材就是在这错了 他说这165直接借财务费用 您明明是收益 为什么能增加费用 那不是太离谱了吗 错的 这儿不用理他 我们还用去年教材的说法 借应收利息或者银行存款 165 你既可以认为 本来我应付利息技术贷券工程 330 因为你有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你做了一个借应收利息或银行存款 充减了贷券工程165 我不用那么麻烦 实际我资本化金额 他就是总利息减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就能算出资本化金额 到几出再建工程 165 这是2020年的 没了 那2021年的呢 2021年的到6月30 完工事算半年 3000万5%算半年乘以6十二分之六 6000万乘以6%算半年乘以6十二分之六 利息是255 代应付利息 A银行255 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隶属于2021年的只有500万六个月 所以是500万乘以月收益率 0.5% 这是一个月的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乘以66个月的得15 借应收利息或银行存款15 那我真正的净代价 本来我付出的代价是255 我又收到15 我真正的净代价净损失是240 我只把这净损失240 给它寄入再建工程 所以专门借款的资本化金额 永远是总利息减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得到资本化金额 没了 那有人说老师我好奇 你现在这255不是半年的利息吗 如果我想让你给我展现一下 后半年7月1日 那不是已经完工之后了吗 到12月31日的分路应该怎么做 太简单了 就是代应付利息255 借财无费用255 跟资本化再也不沾边 我们前面画图是一直在画 开始资本化到停止资本化 在这之前的费用化 在这之后的费用化 跟我们讲的理论是不是一模一样 对 这就是例八藏十三 我们教材在这还改错了 不用理他 正常写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 一般借款资本化的金额 我们曾经说过一句话 当你既有专门借款 又有一般借款的时候 一定是先花专门借款 专门借款花完了还不够 你占用一般借款时 我才想到一般借款的资本化金额 所以在这你跟我提一般借款的资本化金额 一定是超过专门借款的那部分 你还不够的那部分 你占用一般借款的那部分 才能跟我提资本化金额 它跟专门借款资本化的相同点是 您跟我提资本化 一定要在资本化期间 缺一缺二那个期间 一定要符合资本化条件 您要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比如说您处于暂停资本化期间 对不起 您甭跟我谈资本化 您所有的借款费用一定是费用化 那么刚才我说了 专门借款的资本化金额 用的是减法 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用的是什么 成法 别错了 谁成谁 它叫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再说一遍 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一个金额 乘以所占用的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 貌似这两个量都需要解释一下 没错 先说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您听好了 从您开始 我说的很清楚 从您开始占用一般借款 您占用了多少金额 我就用多少金额作为基数 只不过我要考虑你占用的期间的加权 啥意思 比如说我从三月一日 开始占用一般借款 比如说五百万 那我如果从三月一日开始占用一般借款 到年底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一共占用了几个月 有人说九个月不对 三月一日只有前两个月没用 我占用了十个月 那我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就是五百万乘以十二分之十 一年十二个月我占用了十个月 这就叫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那为什么又说累计两个字 有可能我占用的不止一笔 比如说到七月一日 我又占用了二百万 七月一日到年底占用几个月 六个月 那我就乘以十二分之六 每占用一笔 我都用时间给它加权平均 我把这些数加在一起 它就有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这个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其实它已经是考虑了什么 考虑了时间权重的 考虑了时间权重 哪个月占用 我从哪个月开始算 这是第一个料 第二个料 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花率 说的文字走的吧 啥叫资本花率 其实就是一般借款的加权平均利率 什么是需要加权 当您占用的一般借款 在两笔或两笔以上的时候 才需要加权 能给我说一种极端情况吗 可以 如果我只有一笔一般借款 对不起 我不用加权 资本花率就是这笔借款的利率 只有两笔或两笔以上的一般借款被占用 才需要计算资本花率 才需要计算加权平均利率 怎么算 很简单 用你每一笔借款当期产生的实际利息 实际利息除以你每一笔借款的本金 占用的时间权重 为什么 比如说我有两笔借款 一笔是一月一日借的 那我就用第一笔借款的本金乘以十二分之十二 我第二笔借款是七月一日借的 我就用本金乘以十二分之六 我实际上是用利息之和除以本金的加权平均 算出来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花率 听明白了吗 好 这就是这块内容 将来两个都算出 我用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乘以资本花率 就能算出我该资本化的金额 那算出还有啥用 代方的应付利息 是我的总利息 我用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乘以资本花率 就能算出我该资本化的金额 您的总利息不就是两个方向吗 要不资本化要不费用化 用总利息扣掉该资本化的 剩下就是该费用化 即当机损益的金额 没了 而如果你是暂停资本化期间 或者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你所有的利息只能记住哪 他无非 就可以了 那有人会问一个问题 老师您不是说 我们资本化一定要在资本化期间来完成 您是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还是资本化率体下了资本化期间 当然是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您必须在资本化期间 您还占用了这笔一般借款 您再乘以十二分之几 如果你占用了 但你不在资本化期间 照样不算 就这个意思 如果我没听明白 我后边会跟你举例子 来说明这个问题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基本的账务处理 在这提示一句话 每一个会计期间的利息资本化金额 不应当超过当期相关借款费用 实际发生的利息金额 也不可能超过 他在告诉你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贷方应付利息一百万 我最多最多 我是把这一百万全额资本化了 没有费用化的金额 你不可能说你应付利息一百 你资金工程一百亿 不可能 就跟我们说 你前面有一百个人 我就告诉你 这一百个人顶多全是男的 你不能说如果有一百个人 其中男生一百亿十人 不可能 不要小瞧这句话 这句话是经常考判断题的 您老人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看2020年这条判断题 在确定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 是每一个会计期间的利息资本化金额 不应当超过当期相关借款实际发生的利息金额 贷应付利息是多少 你顶多借借借工程多少 不可能借借工程的金额比贷房的应付利息还大 所以这道判断题肯定是正确的 那下边我们看一道普通理题 我就是想给大家讲一下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如何算 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一定要注意两个点 第一你什么时候开始占用我一般借款 我什么时候开始计算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第二我一定要用时间给它进行什么 加权 我们看一道题 假设企业用于建造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工期一年零八个月 给个词经过相当长的时间 给个词大于等一年 给个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它的一般借款支出情况如下 2020年1月1日支出900 我是不是可以计算2020年一般借款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可以 你支出900到年底占用了12个月 一年是12个月 所以900乘以12分之12 然后3月1日支出600 有人说占用几个月 9个月 不对 只有前两个月没有 我到年底是10个月 加上600乘以12分之10 还有12月1日支出是120 到年底占用一个月 加上120乘以12分之1 这些都加在一起是1410 这1410是什么 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如果您再给我给定了资本花率 我让这俩一成 我就能算出来我该记录再建工程的金额是多少 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就是这么个道理 2020年的就算完了 我要算2021年的一般借款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一定要小心 是只考虑2021年这两笔吗 不是 你要注意 是不是站在2021年的角度 我2020年这三笔支出 900、600、120我并没有撤回来 他还在工程上占用着资金 将来我们算第二年的累计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是第一年的三笔资金 我一定要视为年初就存在 900、600、120是1620 这1620视为第二年一定自动存在 如果你这工程时间比较长 到了第三年 我在第三年年初一定视为第一年第二年的支出 在第三年年初自动存在 绝对不能错 因为他告诉我 假设工程2021年8月31日完工 那我这儿就应该乘以十二分之八 好 然后把2020年的事交代完了 才能看2021年 2021年1月1日支出240到8月31日占用8个月 240乘以十二分之八 还有7月1日支出600 到8月31日是一个月 不对 7月一个月 8月一个月是600乘以十二分之二 最后算出是1340 如果你给了我2021年的资本花率 我就能算出我2021年记住在建工程的金额是多少 可能有人听明白了 感情这2020年的资本花率和2021年的资本花率还不相同 有可能多种原因造成 比如说你的一般借款介入的时间有先有后 比如说你的一般借款可能2020年借入一笔 2021年借入一笔 都有可能造成每一年的资本花率有变化 资本花率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平均利率的一个概念 就是实际利息出于本金的加权平均 我先说到这 那么在这我想说一件事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累计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的特殊情况 您听好了 我们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您再给我说加权一定是在资本化期间内的时间 才能加权 您不是随便都给我算到年底 有人说啥意思 看下这道题马上明白 甲公司2021年开始准备筹建厂房 并于2021年3月1日开始符合资本化的条件 3月1日才开始符合 预计2022年的8月31日完工 是不是肯定超过一年了 对 为筹建工程介入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 停 当同时存在专门借款一般借款 我们永远是先花专门借款 花完了之后才能花一般借款 对不对 对 往下看从2021年7月1日 7月1日开始占用一般借款3600 那有人说我是不是站在2021年的角度 我他的时事从7月1日算到年底十二分之六 不一定 我要强调的是你加权的时间长是在资本化期间内的时长 实际这时候你占用了一般借款 是不是也说明专门借款 你全部占用了 全部花完了 对 但由于工程质量纠纷 这是人为的 这叫非正常中断 非正常中断 2021年9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工程停工 非正常中断 且连续超过三个月 那是不是等于9月1号到12月31号 这应该是你的暂停资本化期间 我不研究2022年 我只研究2021年 您7月1日才开始占用 9月1日又暂停资本化了 您给我算累计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的时候 只有7月1日到8月底两个月 只有7月1日到8月底两个月 所以这儿的3600只能乘以12分之二 不能乘以12分之六 您给我谈时间权重 是在扣掉暂停资本化期间之后 剩余的这段时间给我谈时间权重 所以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一定是在资本化期间内的时间才能加权 这是我给大家补充这道例题的一个关键 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权平均数 我想我就交换你了 再说资本化率 这个资本化率您听好了 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 这个资本化率呀 它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平均利率 我想讲两种特殊情况 我们看一下 甲公司在2017年先后介入两笔一般借垮 并于2018年1月1日开始符合资本化条件 那有人说我在2018年1月1日之前 有没有必要算一下平均利率 你算它干啥呀 你只有资本化的时候才用的资本化率 对吧 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用算 第一笔一般借款本金1000万年利率8% 于2019年3月31日到期 第一笔借款是2019年3月31日到期 第二笔一般借款本金是2000万年利率6% 于2019年6月30日到期 我就是讲的极端情况 然后他说工程于2019年4月30日完工 好 那我问你 我算资本化率 那不就是时间加权吗 是实际利息除以本金的时间加权 那坏了 我第一笔借款是三亿份到期 第二笔借款六亿份到期 站在2019年一个是三个月 一个是六个月 而完工是四个月之后就完工了 我到底乘以十二分之三 十二分之四 还是十二分之六 我们一笔一笔来说 您的第一笔借款 在2019年3月31日就到期了 在3月31日之后还有这笔借款吗 没了 你手里都没有这笔借款 您给我谈什么平均利率 所以第一笔借款 你给我算资本化率 只是用三个月的时间加权 啥意思 您不是实际利息吗 对 实际利息就是一千万乘以8% 因为你是三月31日到期 这只能乘以十二分之三 同理 你分母的本金也只能乘以十二分之三 因为在3月31日之后 我根本找不到你的影子 而第二笔借款 那有人说模仿着这个 那肯定是算六个月 不对 为什么不对 我到4月30日就完工了 我资本化期间都结束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给我算平均利率 没意义 第二笔借款的时间权重 只算四个月 那就应该加上一个 两千乘以百分之六 这只能乘以十二分之四 下边的本金两千也是乘以十二分之四 最后算出你的2019年的资本化率是 百分之六加五 结论是什么 如果你的借款到期跟完工在同一年 我们算时间权重时 一定是到期日和完工日较早的一个日期 是你时间权重的节点 别错了 就可以 那有人说不对呀 我4月30日完工了 我还有两个月 这两个月我不用给人利息用呀 我没说不用 但是这两个月跟我资本化 没有一毛钱关系 这两个月的利息 你做的是借财务费用 带应付利息 跟我资本化没有一毛钱关系 听明白了吗 所以每一笔借款的到期日和完工日 在同一年 在不同日期 以这俩较早的日期 作为时间权重的计算节点 再说一个资本化率的情况 甲公司在2018年开工建造厂房 存在两笔一般借款 第一笔一般借款 本金是1000万 年利率8% 于2019年6月30日到期 第二笔一般借款 本金是2000万 年利率6% 于2019年更晚 9月30日到期 工程于2019年3月31日完工 画个图 两笔到期日 一个是6月30日 一个是9月30日 但完工日是3月31日 我刚才说了半天 在说什么 到期日和完工日 较早的一个日期 是你算权重的终点 我这两笔借款 到期日跟完工日 较早的日期 都是3月31日 那好 这两笔借款的权重 都是三个月 从1月1日到3月31日 不就三个月吗 第一笔借款是1000万乘以8% 乘以12分之三 加上第二笔借款2000万乘以6% 乘以12分之三 除以1000万乘以12分之三 加上2000万乘以12分之三 我们就能算出 我们需要的资本花率是6.67% 发现什么事 因为买一项都有12分之三 我是不是可以往下写一步 完全没问题 把分子的12分之三提出来 里边是1000乘以8% 加上2000乘以6% 把分母的12分之三提出来 是1000加上什么 2000 把两个12分之三给他约分 是不是分子就剩1000乘以8% 加上2000乘以6% 除以1000加2000 这样算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我不再体现所谓的时间加权 是什么情况才不再体现时间的加权 很简单 站在2019年1月1日 你两笔借款同时存在 站在2019年3月31日 两笔借款也同时存在 结论是什么 我不管你有几笔借款 我也不论你两个十点中间间隔多长时间 只要七点两笔借款同时存在 终点两笔借款同时存在 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 把时间加权的权种给他消掉 将来我们就是用利息之和 除以本金之和就可以了 有人说我没听懂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2019年 2019年过去了一年 假如说我举两种情况 一个是到2020年的3月31日 完工 假如说两笔借款都是在2019年介入的 那我想问大家一件事 是不是这两笔借款在2020年的1月1日 立刻都同时存在了 对 你是不是算到资本化期间都算到完工 2020年的3月31日啊 假如说你的完工日都是在这之后 对 两笔借款的七点相同 两笔借款的终点相同 是不是这两笔借款中间只间隔三个月 对 我不用考虑几个月 只要两笔借款同时存在 比如说一千乘以8%加是两千乘以6%除以一千加两千 我不用时间加全 为啥不用 你每一项都成个十二分之三 咔咔一提 公司不就约分了吗 往后你就记住 我就可以说利息之和 注意本金之和 那有人说还有没有其他情况 假如说2019年还是借两笔借款 这回完工的日期是2020年8月31日 中间2020年是八个月 你是不是算资本化率等于是一千乘以8% 乘以十二分之八加两千乘以6% 乘以十二分之八 乘以一千乘以十二分之八加两千乘以十二分之八 你把每一项的十二分之八给的约分了 是不是还是这个式子 对 所以往后你经常能听见我说 利息之和除以本金之和 前提条件是两笔借款在起点同时存在 两笔借款在终点也同时存在 才能用利息之和除以本金之和 那有人说其他的情况呢 比如说像2019年这一年两笔借款有先有后 你会规规矩矩的给我按到期日和完工日 输到的一个日期给我加全就可以了 绝对不能说我直接永远是利息之和 除以本金之和 是起点两笔借款同时存在 终点两笔借款同时存在 才能用利息之和除以本金之和的简便算法 我想我就说清楚 看完这个内容我们看利八杠十四 他说沿用利八杠十三 其实沿用利八杠十三 他用的是什么 他会告诉你我工期是一年半 从2020年1月1日到2021年的6月30 他会告诉你 我支出的依然是三笔款项 1月1日支出一笔 7月1日支出一笔 第二年1月1日支出一笔 别的跟利八杠十三没啥关系 他说假定假公司建造厂方 没有专门借款 占用的都是一般借款 而且一般借款有两笔 您要急着判断一下 在这我还是先画个图 2020年1月1日 我是开始资本化的试点 2021年6月30 完工是停止资本化的试点 分别支出了1月1日1500 7月1日3500 然后2021年1月1日支出了3500 那有人问 我一般借款的资本化金额 用不用算闲置资金的投资收益 不用 为什么不用 很简单一个道理 在您给我算累计资产支出的 加权平均数时 您没用的资金 根本没有作为基数 可能我这笔借款8000万 你只占用了3600万 我只是用3600万的时间加权 不已经把闲置资金情况给它剔除掉了吗 我为什么还要额外考虑 会计是讲道理的 我每次都在给大家说这句话 是因为你累计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 你是占用了多少 你才用多少乘以时间权重 已经把闲置的情况考虑掉了 所以我们用惩罚 不用再额外考虑 闲置资金的情况 好 然后支出分别是1500 3500和3500 往下数 他向B银行借款2000万期限 为2017年12月1日 这2022年12月1日 有人开始乱套了 这怎么是正格日期 2017年12月1日 是很早很早以前 在你开始资本化十点之前 这笔钱就借完了 从2017年12月1日 到你开始资本化 2020年1月1日 这段期间跟我资本化 期间没有一毛钱关系 你铁定费用化 我只需要知道你在2020年1月1日 你就存在着一笔 一般借款2000万6% 另外 你是不是借款到期是 2022年12月1日呀 2022年的12月1日 是在我完工之后 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是完工日跟到期日 较早的一个 对 所以你算权重 算到完工日 天经第一 这是第一笔借款 前边的咱们不研究 后边完工之后的 咱们不研究 咱只研究了一年半 第二笔 发行公司债券是一万万元 于2018年月1日 发行期限五年 2018年月1日 我不关心 你从2018年月1日 到2020年月1日 这段铁定是费用化 跟我没关系 我只要知道 我只要知道 你这笔一般借款 发行债券 不是等于你给人打了线条吗 我只能认为 2020年1月1日 你这笔一般借款 是存在的 本金是一万 利息 对应的利率是8% 然后2018年月1日 1819202122 五年的期限 应该是到2022年的12月31日 才到期 跟我没关系 我要用的是完工日 跟到期日交早的一个 是不是第二笔借款 我资本花率的终点 还是完工日呀 对 那我就好办了 那大家发现一件事了吗 什么事 有没有发现 这两笔借款 在2020年1月1日 都存在 对 如果我再问你 到2020年12月31日 这两笔借款 是不是也都存在 对 是不是中间间隔12个月 对 我再问你 2021年1月1日 这两笔借款也都存在 2021年6月30 完工的时候 这两笔借款也都存在 间隔6个月 我管你是12个月 还是6个月 只要起点两笔借款 同时存在 中点两笔借款 同时存在 我算资本花率 根本不用考虑时间加权 就是利息 2000乘以6% 然后加上1万乘以8% 利息之和 除以本金之和 2000加上1万 我算出来的这个数 既是2020年的资本花率 也是2021年的资本花率 只要7点两笔借款 同时存在 中点两笔借款同时存在 不论中间间隔多长时间 资本花率一定是相当的 就是利息之和 除以本金之和 所以我们这道题 为什么算出7.67% 它既是2020年的资本花率 也是2021年的资本花率 能解释一下吗 可以啊 你2020年两笔借款 是不是占用一年呀 等于利息乘以12分之12 加上利息乘以12分之2 除以本金乘以12分之12 加上本金乘以12分之12 每个12分之12 以提供一式不就约了吗 而你2021年占用半年 每一个数都乘以12分之6 以提供一式不也是约了吗 所以最后约分完了之后 不就变成利息之和 除以本金之和 所以你两年的资本花率 都是7.67% 没了 好 那么咱往下说 他说假定这两笔一般借款 除了用于厂房建设以外 没有用于其他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资产的构建和生产活动 假定全年按360天计算 损就损在这 一年12个月 你占用8个月 那就是12分之8 但他说一年360天 那就是360分之 不论大月小月 我们都按30天算 你就要写成360分之240 如果你是12分之7 写成360天 360分之7 乘以30的210 就是360分之210 那有人就问我 老师他这明明说 假定全年按360天算 我还是写成了12分之1 12分之8 算我错吗 貌似不算 但是尽量的规范一点 他要告诉你天 360天 你就乘以360分之多少 他要告诉你月 你就乘以12分之多少 其他资料 沿用力8-13 答案中的金额 我给改了一下 用万元来表示 这张图画完了 这1500是一般借款 这3500是一般借款 这3500是一般借款 有人说你咋断言的 两个3500是7000 7000加1500是8500 我两笔借款12000 足够应付你这8500的支出 不等于都占用的是一般借款吗 你没有专门借款 那好 站在2020年的角度 我支出了个1500是1月1日支出的 到年底是12个月 我支出一个35007月1日支出的 到年底是6个月 所以是1500乘以360分之360 加上3500乘以360分之180 就等于3250 如果这道题要告诉你 我从9月1日到年底 暂停资本化 您这就不能这么算 是不是要扣掉四个月 对 您这就是1500乘以360分之多少 就应该是8个月的 就应该是240 您这3500就不应该乘以360分之180 应该乘以两个月的就是360分之60 是累计资产支出的加捐平均数 您算的时候 直接要把暂停资本化那段期间 自动就给它扣掉 听明白了吗 好 而资本化率就是7.67% 我用3250乘以7.67% 就得到我该资本化的金额是249.275 借在建工程249.275 我想知道你一共有多少利息 那还不好办吗 2000万6%一年的 1万8%一年的 只不过前边这2000万6%是跟银行 币银行借的 而后边是发行债券 带应付利息币银行的就是2000万乘以6% 而公司债券的就是1万乘以8% 加起来总利息是920 而我资本化的金额是249.275 您能告诉我废话的金额是多少吗 670.725 这个数纯粹是到几的 没了 2020年的业务就算做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2021年的业务 只算半年 累计资产支出的加军平均数 您千万别算错了 2020年支出这两笔在2021年年初 视为自动存在 是不是在2021年既有个1500又有个3500 还有百年支出的3500 对 这三笔都是算六个月 那好 1500加3500 这是上年视为年初自动存在的 加成这3500是2021年1月1日支出的 都算半年360分之180 得4250 那么乘以资本化力7.67% 得到资本化金额是325.975 这半年的利息是多少 贷应付利息2000乘以6% 120一年的半年不就是60吗 然后1万乘以8%是一年的 半年的不就是400吗 用这半年的总利息扣掉资本化的金额 剩下就是费用化金额 我们记住财务费用 134.025 没了 如果你要好奇 你就想让我给你写出2021年完工的次日到12月31日的分录 下半年的利息是不是还是一个60一个400呀 对 那我依然是贷应付利息币银行60横杠公司债券400 你还有资本化的机会吗 没了 财务费用460 所以你让我写半年可以 你让我写一年也可以 都是一模一样的套路 这道题就是利8-14 就是全部是一般借款的 我们用的是惩罚 这道题我就给大家讲到这 后边我们利8-15既有一般借款 又有专门借款的 我下一讲再给大家讲 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